针对霸梁团体三海公民拆量行动 未经中国国民党 基隆市党部允许 善致恶意篡改本党部制作之马英九前总统 支持谢国梁市长之反恶霸挺善良动员文宣 造成公众混淆 基隆市党部今天协同委任律师 由慧金向地检署告发 我们认为霸梁团体涉犯法条 包括刑法第210条的伪造变造失文书罪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4条 意图使被罢免人罢免案通过或否决 而传播不实之事 以及著作权法第91条及第92条 知侵害他人著作财产权等 市党部强烈地使用 谴责使用卑劣手段的罢免活动 把马英九前总统反恶霸挺善良改成挺霸凉 不仅完全地背离事实 更损害马前总统之声誉 同时也侵害国民党 基隆市党部的著作财产权 此种企图让民众误解 恶意扭曲的手段 无异于民主政治的良心